教材 第21頁 要到22頁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懂嗎 就是 有霧的齁 所以要把它改一下 對 就是執法 是執法 22頁 是首調 首調的寫法 有問題 有一個音寫錯 好 那我想我們先開始做一個禱告 親愛的主 我們感謝你讚美你 謝謝你招聚我們 這是第十五期的第三堂課了 主啊 我們實在是非常感恩 我們當中同學們他們也 繼續不斷的也持續的 有學習 主啊 我們當中 可能有一兩位還在這個班上 但是前期沒來到 有一些問題的主啊 求你自己 保守他們平安 主啊 你也保守我們今天在座的 每一位學習第三堂課 這也是整一個 這個樂理基礎最重要的一堂 主啊 就求你保守 從第四堂開始 我們就進入 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就是和弦了 所以基礎的這個樂理 就是到第三堂完畢 而這堂課就是整個樂理基礎的核心 求你真是保守我們的同學們 若是不能來的 主啊 我們真的是也沒辦法 求你真的自己來 使人保守 也保守他們未來的路 謝謝主我們祷告不配 持奉耶穌基督得聖的名 Amen 我首先點個名 我先不要認得小魚 是 然後周玉 然後 照尋 照尋 真的嗎 OK 那我放到這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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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好的 這是最好的 所以是這個 這個 它這邊 這裡是應該的 這三個是錯的 沒有耶 我先過去 Oops 嗯 然後我自己都應該點名一下 陳寧聖哪位 陳寧來了嗎 沒有 因為我也需要認識一下 不知道哪一位來 哪一位沒來 小魚來了嗎 有尉 有尉哪 然後 王湘芋 然後王門 也沒來 趙徐 周玉 謝一展 楊梅 到 楊靜 陈欣欣 沙拉 沐光玉 所以有三位 就是黑板的話有三位 你講了宋正德 我們一直都沒見過 還有誰啊? 去零 下次回來 好 看陸下一下子 對 可能他們 宋他們是有基礎的 如果是零基礎呢 I don't know 好 到目前為止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知道有一些同學就反應 兩支手彈很困難 可能沒花太多時間 就覺得一下子怎麼這麼難 是吧 這才第二堂課 今天已經第三堂 那有些同學就反應 上完第三堂課 說我要抓包 所以求主保守 千萬不要抓包 因為就是 你這機會 不太有機會 再學到這些東西 所以一定要堅持下去 不管怎麼樣都堅持下去 現在就只往聖誕假期的手 好好練 對 因為上次基米兄不是也跟你們講了嗎 就是他要花很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人在師班 以前在教會的師班 他也是個老基督徒 他就跟我講 你不是教鍵盤的嗎 我說是啊 那你教了這麼多學生 怎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教會裡面 還缺這麼多賤男手 我說 那就要看啊 對吧 因為很多同學都是零基礎的 我說你這跟我一樣的 這科班從小就學的人 你不能這樣子 來來 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人家花了多少時間 對吧 就是 如果說你指望你自己 上完這堂課 你就成為教會的師行手 那基米兄就是你最好的 最好的這個model 他花了多少時間 你花多少時間 就是 但是你說 哎呦老師我沒辦法 那沒辦法的話 也不要放棄 為什麼呢 因為就像我們在跨教會師班的弟兄姐妹 他們都是我們前期的師兄師姐 就是他們上完我的樂理鍵盤課之後 我鼓勵他們 繼續就是 你沒有辦法馬上在教會 比如說在大堂或是服侍 但是你有你的餘聲繼續彈啊 然後你最起碼你還可以唱啊 對吧 然後唱的話就是說 為什麼會參加跨教會師班 就是把你學的樂理知識抓回來 就不要忘記 因為你有一個地方 讓你去繼續的 continue keep up 你的這些所學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不僅彈也沒有辦法掌握 然後你唱也沒辦法 那在教會裡面敬拜團也沒辦法 那就完蛋了 兩邊都沒有 兩邊都得不賞師 所以我們鼓勵同學呢 你上完這個課以後呢 談你要繼續在家裡談 但是你要參加教會的跨教會 最好能夠有四部的師班去參加 還有參加教會的敬拜團 一定要參加 因為你有辦法馬上談 但最起碼你現在還可以唱 一直唱到你可以談為止 對吧 你還有餘聲 所以我們一直不斷地這樣強調 那今天下午有一個聖地亞哥聖樂團的performance 我好像忘記發到這個群裡面 就是有人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我們聖地亞哥有一個聖樂團 這個聖樂團呢 他們唱的都是四部的 應該是說 more advanced level more advanced than我們跨教會師班的所學習 因為他們唱的都是神劇 大家知道神劇是什麼嗎 就是那些唱的可能都是意大利語 或者是別的語的 但是都是四聲部的 就是比較more advanced level 他們唱的像韓德爾的 巴哈的 孟德爾松的 這些音樂家的做著曲子的一些 大概是基督教的歌 他們也唱一些我們唱的歌 那他們有一些團員也在我們跨教會師班裡面 我剛剛發了把這個通知發給大家 有興趣的可以去 是在CCC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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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目前為止 有什麼問題沒有 沒有 我們就要往下走了 你們一定要keep up 我有問問 你說這個是錯誤 只是一段還是傳不必要的嗎 哦沒有 就是 標錯的 你們看得懂我在寫什麼嗎 就是 二十一頁 二十一頁 倒數這兩個 哦 這是 對 不是不是 倒數 倒數兩小節 兩小節 然後就是這三 一二三 這三個是錯的 標錯的 對 對 可以明白嗎 還有就是 就是十五頁 就是同一個音 它為什麼換了三次 是不是 三次 五 二 就是 看到嗎 明白嗎 就最後一個 second to的那小節 這個 這個指法標錯而已 指法 哦 這個 這個 特色頁這小問題 就是 忘記點 點這個 對 就是 這個 這一定為什麼要換 因為它還要往下走 這個你可以 對 這個要 可以的換 但這個你非換不可 因為換的話 我就是 連續彈兩下的那個 對 它只是小駕駛 但是到這邊你換你 你怎麼辦 你轉過去 我確定要換 對 對 對 他這些指法都是他的建議 對 但是 因為我們是成人課 剛剛也有同學問了 前期也有一些 前期也有一些師兄師姐們都問說 指法的問題 但是我還是再一次強調 我們是成人課 跟這些科班的小孩子他們 他們從小學 他們老師是非常重視指法的 他們一開始就要談哈農了 對不對 一開始孩子們科班學習的都知道 哈農就是非常重視執法 就是這個 然後又回來 你要是家裡有小孩 你就知道 他們都是從這開始的 非常重視執法 但是我們這個 不是小孩的課 這是成人的課 成人的課 你怎麼舒服 你怎麼彈 當然有一些地方 像剛才的那個姐妹強調的 像這個 左手的這個 我看了 是在十 十五頁 對 像十五頁這個第二行 這個你執法不換 你就彈不下去 所以這個 但你就非得換執法 你其他地方的話 你覺得可以怎麼舒服彈 你就怎麼彈 但是他把執法寫給你了 所以呢 你願意按照他的也很好 大家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第十五頁 特別是第二行 第十五頁的第二行 就是教材的十五頁 綠頁 十五頁第二行 因為他是一個左手的 所以他的 然後呢 你不換的話 你就沒辦法彈下一個音 這個地方 你要是換了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往下彈 那個執法 所以 執法 是很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 對吧 我也不會來監管你這個 因為呢 你是成人 所以 我不會像 像教小孩子一樣 必須什麼 必須什麼 因為小孩子他們彈 跟你們不一樣 他們彈的都是要彈什麼 巴哈 彈摩扎特啊 那些音樂家的曲子 他要是執法不換的話 他根本過不去耶 過不來 但是咱們成人課 就不是怎麼回事 好 我們要往下走了 這個今天已經是第三堂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課 如果大家不知道 我們的進度 在這個 月裡 是月裡 自學指南的後面 教材的後面 就有這個schedule 所以你應該要常常 check這個schedule 到底我們進度在哪兒 是在126頁 也是日本 126頁 那是我們的進度 所以今天已經是到第三堂課 第三堂課 那你的拜爾的部分 你應該要談到B4跟B5 對不對 然後月裡自學指南 我們要從21頁 講到33頁 所以我們今天再次回到月裡自學指南 21頁 月裡自學指南 月裡自學指南 21頁 好像講完 對嗎 那最好 我講完22頁 太好了 好 那我們就到23頁 好不好 那快一點 23頁就是其他的升降號 其他的升降號 所以你看 他也寫這個E的話 E升 或者是B升 本身它就是一個白鍵 對不對 B本身 B本身就是一個白鍵 他要升半音就到這裡而已 對吧 那B也是一個白鍵 他升半音就是C 就到這裡 那降欸 如果E降 就降到黑鍵 對嗎 B的B降 就降到這裡 如果是F呢 F降 降到哪裡 E0降到E 那C欸 C降一個D 降半音降到B 對不對 所以降半音 它 它 怎麼講呢 像這個 E降 也可以是D升 E降也可以是D升 同樣的 F降半音就是E E的升半音就是F 對吧 其他的都一樣 考考大家 如果是A降 A降 就降到這裡 對不對 它也等於是什麼 C升 G升 對 如果是C降 C降到B 那B升 C 對 那B降呢 也等於是A升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 常常就是 你放在家裡面 特別你的音域不好的 你可以從C開始 從C開始 你就自己試一下 你要常常試 尤其唱歌 唱得不好的人 升了 音都不好 怎麼升呢 你要常常在家裡面試 蛤 沒有我的試 蛤 你試 對啊 因為有些人 他在試不試試班裡面 他升不上去 降不下來 要升那個音 總是唱不對 你知道 這些都是 操練你自己 為什麼 你會上不去 下不來的原因 好 所以在這裡 你看他這個 升降音 升降音 就是這麼回事 從所有的 通用的音名使用中 可以看出大多數的音 都是有兩個音名的 那這兩個音名中 較常用的就是 以黑體字印刷的一種 所以在二十三頁的下面 大家都錯了嗎 這黑體看不清楚嗎 黑體的話 所以 那一代吧 黑體 黑體啊 對 C就是黑體 然後犧牲 就是二十三頁中間那邊 對不對 他的黑體 他可以是犧牲 也可以是什麼 D D D flat 但是犧牲是黑體 就犧牲常用 講常用的就好了 但是還是要講清楚 他為什麼有這個 所以他是犧牲 也可以是D flat 但是常用的是犧牲 對不對 大家看到了嗎 所以不清楚 你可以圈一圈 他說 黑體不黑體 你聽不清楚 所以你就可以 這樣 就圈一圈一下 你就知道哪個是 同樣的音通常 我們叫犧牲 我會很少用叫犧牲 成為D降 但是我還是看到很多歌 用了D降 所以為什麼我說 你還是要知道 對不對 那如果是D生呢 D生又是什麼 D降 對不對 D生的話 D生的話 D生的話也是 D降 對 對 那看哪一個顏色 把它塗黑了 哪一個是深 深顏色塗黑了 沒有塗黑 就是深一點的顏色 E降 對不對 就表示說E降常常用 但是如果你看到有D生 它就是E降 一樣的道理 那下一個咧 F生跟G降 F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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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生是深顏色 對吧 F sharp 但是我還是有看到 有些歌曲上面 有些人就是喜歡用G flat 對 那就是說 你會有一些preference 你常常彈琴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 你這個人 你有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音名 明明是一個F生 它幹嘛老是要用寫G降 好討厭 對吧 因為你比較習慣了F生 但是呢 如果它真的寫的G降 最起碼你要知道 它就是F生 那在下一個黑的上面是什麼 G生跟F flat 對不對 像這個 它把A flat 塗深顏色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G sharp 我個人常常都是用G sharp 不用A flat 好 這個大家都明白我們在說什麼嗎 下面 下面 二十三頁下面的 有都有做嗎 做啦 好好給你兩分鐘 趕快做一下 趕快做一下 這黑板可以擦掉嗎 可以擦掉嗎 可以擦掉嗎 可以擦掉 是 先讓你先怎樣 應該擦掉 會不會擦掉 我也可以擦掉 你已經發了 不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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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前面我也發了 你也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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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發發了都亂了 不得了 太多了 這個非常好 你們還有視頻 連這個視頻也要放 我知道 OK 二十三頁下面第一題 它是D音譜記號 那個是什麼音啊 Db 對不對 D as a dog 不是B as a boy D as a dog Db 它等於也是什麼 C sharp 對啦 所以它上面那個琴是哪一個要塗黑呀 左上的黑鍵 對不對 好 那第二題呢 F sharp F sharp F sharp 等於也是什麼 G 降 對不對 所以它是哪一個要塗黑呀 左邊第一個黑鍵 左邊第一個黑鍵 對不對 搞不清楚了 搞不清楚 趕快說喔 第三題呢 C sharp C sharp 等於也是 Db 然後呢 哪一個要塗黑 第一個黑鍵 第一個黑鍵 左邊的 第四題呢 A flat A flat 對不對 A flat也是什麼 G sharp G sharp G sharp 然後是哪一個要塗黑 第二個這鍵 就是中間那個黑鍵 對不對 有沒有人搞不清楚的 倒數第二題呢 G sharp G sharp 也是 A flat 那是哪一個要塗黑 中間那一個黑的 對不對 最後一個呢 最後一個呢 G flat G flat也是 F sharp F sharp 那是哪一個要塗黑 第一個黑鍵 好 有沒有問題 到二十四頁 二十四頁是全音 這篇開始就要稍微有一點 知道什麼叫做全音 全音就是 在所有的這些全音 全音就是有兩個半音構成的 兩個半音 那在所有的這些全音中 都有黑鍵 那麼有黑鍵的話 全音也可以從黑鍵到白鍵 白鍵到黑鍵 所以這就要數了 就有點像數學一樣 譬如說 你從C開始 C到哪裡是一個全音呢 C到D C到D 為什麼 因為C到這裡是一個半音 然後這邊到這邊又是一個半音 是兩個半音 所以兩個半音構成 一個全音 一個全音 所以C到D 就是一個全音 好 再考考大家 如果從E弦開始 E弦開始它的全音在哪裡 F 對 因為E弦到E 是一個半音 然後E弦到F 又是另外一個半音 所以它的E弦到這裡 就是一個全音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人搞不清楚的 所以兩個半音 好 再來考一個 從A開始 它的全音 它的全音到哪裡 E到B 那如果是從F-Sharp呢 它的全音在哪裡 G-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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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是半音 再一個半音 所以是G-Sharp 有沒有人不明白的 好 這個我們講的都是 講的都是右手的 就是那個高音符記號 左手 如果是F-G uh 即便是 A-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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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f 它的全音是什麼 我們如果說往下走,它的全音在哪裡? 因為它往這兒是半音,然後往這兒又是用一個半音,就是F下 就是如果往這個方向的話,它也可以往這個方向 同樣這個也是可以往這個方向,也可以往這個方向 好,那如果是這個人,它的,往這個方向,它的全音在哪裡? D-sharp,D-sharp,對,對 那如果它往這個方向呢,它的全音在哪裡? G,在G,對 好,如果是這個A,往這個方向,它的全音在哪裡? G,在G,那如果是這個人,它的全音在哪裡? G,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往右往左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不管是在高音符記號或是基音符記號都是一樣的規律 那,我們在24頁的中間,它說下列題目中有全音也有半音,你要標出來 G,所以向24頁中間,第一題,第一題它的音是什麼? 然後它的答案,你要寫在這裡,它應該是什麼呢? 它第一個是什麼音?E,它是一個E,然後這個呢?F-sharp,所以就是E到F-sharp,請問它是半音還是全音? G,所以你的答案在這裡,你就寫一個全 G,所以你的答案在這裡,你就寫一個全 G,第二小節呢? G,全音 G,是不是? G,有沒有人搞不清楚呢? G,全 G,第三小節呢? G,半音 G,為什麼是半音,是從什麼到什麼?B到C B到C,B到C之間都是半音,對嗎? 第四小节呢 权一 权一 为什么 第一回到系 第一往左到系 对不对 第五小节呢 半音 什么到什么 F到E 所以是半音 然后呢 在下面一个 它是 B到C小 对不对 所以是全音 再来呢 半音 是什么到什么 G小到A 最后一题呢 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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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叫什么 第一到E 第一到E 对啦 好 然后二十四页最下面那一行 你要按下而标出的全与半 写出比第一个音高一个全音 或是一个半音的第二个音 所以像第一题 它要你写一个全音 你要不就往上 要不就往下 反正你就是要搞一个全音出来 出来写 出来写 这样喊的话 有些人是混过去的 好啊 好啊 出来写 第一题 第一题它是 第一题它是 这个 我来画吧 我来画一下 3 2 2 1 2 2 2 6 3 4 5 多烤起 对吧 对 对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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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5 6 6 7 7 9 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哪开始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